你知道有所谓的瘦霜下巴的运动吗 你知道天鹅颈手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扩颈肌吗 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你继续看下去哦 大家好我是陈仁千医师 邀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陈仁千医师在之前的天鹅颈手术的影片里面呢 有提到三个主要的天鹅颈的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先带大家复习一下 像这样一个漂亮的一个天鹅颈的一个线条哦 最主要第一个要有一个足够立体的下巴 那它没有太厚缩的现象 然后再来就是呢下二的这个轮廓线条 比较俐落分明 那让我们的脸颊跟脖子的交界区 有一个明显的分界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颈部的状况 颈部要有一点融纤和度 没有过多脂肪的堆积 然后会有一点点轻微的肌肉线条可以看得到 陈仁师在网路上啊 看了一些关于瘦双下巴的这一些些的运动啊 最主要呢 其实他们也都是在锻炼我们的扩颈肌的力量 如果它有足够的颈致度的时候呢 就比较不容易跑出双下巴来 那因为扩颈肌本身就是从我们的下巴 一直到我们的锁骨之间嘛 所以它包覆着我们颈部的区域哦 所以当它颈致度比较好的时候 确实能够让这个区域的力量比较扎实一点点 第一个动作呢 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从闭嘴 然后大概变成开口笑的现象 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脖子这个扩颈肌呢 它会有收缩的情形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是我们头要往上抬 然后做嘟嘴的动作 那这样子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肌肉有在收缩的现象 那第三个动作呢 一样是抬头 然后嘟嘴 然后我们做侧转的现象 可以训练到侧面的这个扩颈肌 以上这些瘦双下巴的这些运动啊 其实它就是在强化我们的扩颈肌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但是假设呢我们做了这些运动之后呢 我们的双下巴依旧没有改善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还是 我们本身的扩颈肌的结构上面呢 主要是两片扩颈肌的位置还是相对的比较开 那比较开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扩颈肌再怎么去锻炼呢 这个区域还是空的 甚至两边的力量挤压之后 双下巴的这个区域还是往下掉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做了这一类的这些运动之后呢 双下巴没有得到很有效的改善的时候 我们就要认真的去考虑呢 是不是有这个深层的脂肪垫的问题啊 是不是扩颈肌中间的这个空隙 真的还是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就还是需要靠手术的方式呢 来去调整这些基本的结构上面的这些些的差异 才有办法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欢迎你告诉我 如果你想要瘦双下巴啊 你会选择哪一种方式呢 A 持肢已狠的做运动 B 直接接受天鹅精手术最快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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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